时光清浅 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让生活越来越精致的十件小事 文章来自爆蒲堂 让我们一起来听 三千浮华一瓢本针 现代生活节奏很快 我们都被裹挟着前行 而忽略了生活中该有的精致 一个精致的人不是拥有了多少金钱 而是源自内心对生活的态度 一种精致的生活不是炫耀光鲜亮丽的外表 而是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趣味 精致是静下心来 经营好日常中的点滴 一 读书养性 滋养心灵 富有诗书 气字滑 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 经常读书的人 心里是安静的 脸上是温柔的 生命是诗情画意的 每天读书的人 日积月累下来 谈吐和气质自然与众不同 他们的眼界比别人更宽 思想比别人更深邃 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头顶浩瀚的星空 二 运动健身 充满活力 经常运动的人 不仅可以保持修长挺拔的体态 俏理的身姿和完美的曲线 更能提升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一个人心胸和气场变得强大 看起来就会更加自信迷人 一周坚持三至四次的运动 早起跑步 睡前拉筋 练习瑜伽 游泳 扑拉提 或者快走 跳绳 打球 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好 更能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三 穿衣讲究 塑造风格 所谓着装讲究 并不是涂脂抹粉 浓妆艳抹 而是清新淡雅 干净舒服 给人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 不仅看上去神采奕奕 也为自己提供了自信与底气 衣着得体 即是尊重他人 也是尊重自己 了解自己 了解时尚 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懂得不同场合穿什么衣服 拒绝拉里邋遢的衣服和配饰 每件都要合理大方 彰显品味 潮流总会追赶不上 但风格却能永存 四 注意礼仪 得体大方 人际交往中 一个人的礼仪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含胸驼背不仅不好看 还会影响健康 而抬头挺胸 坐姿端正 看起来总是优雅大方 多提醒自己 把肩打开 纠正站姿和坐姿 挺拔向上 自信积极 也会让人感觉更加的得体 一太会将你的文化素养 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 五 保持整洁 生活温馨 家的样子决定你生活的样子 真正的精致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也不会随随便便 把生活过得简单 丰盛 美好 把房间整理得干净 舒适 自在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注重家居卫生和布置 定期清理 丢弃不需要的衣服杂物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整齐而有序 清爽干净 井井有条 生活环境的温馨和甜美 不在别人的眼里 而在自己的心里 六 享受烟火 规律生活 精致生活从来不会远离人间烟火 即使工作忙碌 也要规律生活 享受美食 懂得爱自己 坚持早睡早起 睡足八小时 形成身体的良性循环 用心咀嚼每一口饭菜 享受食物的质感和美味 若有闲暇 亲手为自己和家人做餐美食 花心思把专注和爱都烹调进食物里 从清洗食材到精心烹饪 上桌用餐 忙碌却悠闲 心情变得明媚 保持一颗好奇心 随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对感兴趣的小玩意儿 不妨亲手操作一番 原来世界可以这么可爱 养些花草 宠物 在忙碌的日子 也有花香与陪伴 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静坐闲庭 花草簇拥 撕一把 慵懒午睡的猫咪 将繁忙与枯燥支支脑厚 平淡的生活 也可以充满创意和新奇 也蕴含着梦中的诗和远方 8.走出家门 亲近自然 定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增长知识 拓宽眼界 让自己从格子间里抽离出来 张弛有度 劳逸结合 去不同的城市 感受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去不同的地方 感受大自然的壮美富饶 去郊外 去海边 去古镇 去草原 不必太远 只要自己喜欢 在旅途中 感受自然和惊喜 屏蔽一切恼人的凡事 冥想或沉思 彻底放松自己 置身于一个干净纯粹的世界 星山碧水 风吹竹林 鸟语花香 思绪放空 内心一阵清凉 九 培养兴趣 充盈自己 拥有一项兴趣爱好 你的内心会更加充盈 生活也会更加有趣 利用闲时学习新的技能 书法 乐器 钓鱼 钓鱼 插花 烘焙 收工 甚至一门感兴趣的语言 既发展更多的兴趣爱好 又能自娱自乐 保持魅力 为自己增值 也可以在娱乐中提升品味 看画展 电影 画剧 时尚杂志 身临其境 耳辱目染 这些美好的画面 无形中 进入着我们 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 经历美于艺术的熏陶 培养良好的审美力和品味 十 不卑不亢 活在当下 泰格尔说 生如下花之绚烂 像花儿一样活着 温暖像羊 经得住风雨 受得住安宠 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时光 有花儿的美丽 也有花儿的坚强 懂得自我欣赏 自我肯定 不卑不亢 活在当下 每天晨起 无论是晴空万里 还是乌云蔽日 都别忘了 给自己一个从容的微笑 不悲观 不模仿 从容不破 遵从内心 活出独以五二的精彩 其实 能体现精致生活 带来无限幸福感的 常常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可能是 夏日亭前清风的吹拂 风铃在丝丝凉意中摇晃 或是书桌花瓶中的一枝薔薇 半盏清茶 三两茶点 正使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让生活在不经意间 变得美好 变得精致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